本席即將臨軍盧秀苑等23人臨時提案 鑑於近年來多數的民間企業 紛紛以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從事商業活動 適可辦法之相關規定 申請大陸人民來台從事商業研習 然而部分不孝業者卻惡意裝法律漏洞 讓來台官模學習了入勞從事第一線的工作 產生假專業真打工違法現象 進而嚴重排擠我國人民工作權 特要求老委會及內政部移民署等權責機關 對於違法雇用入勞之企業 應取消其申請大陸專業人士來台權利三年 以保障我國民眾工作權利是否有當 提請公傑